欢迎来到银子频道 现在我带大家看看我五月底的花园的状况 这个是绣线菊 白色的小花朵 它是由很小的一朵一朵的小白花 组成的像球状的花朵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灌木 非常的漂亮 它的花期大约有两周 原来我把它种在我的花园的门口 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容纳它的大小 所以我把它移到了更宽阔的地方 这个是鱼美人橘黄色的花瓣 芯儿是棕色的 花朵很大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的花期不长 可能有三四天吧 它的花瓣就落掉了 这是熟尾草 露的花 露的花也是花园里的最常见的一种花卉 它有红色的还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 它的花朵向下垂 所以观看它的时候 要很低的角度去观看 才能看出它这种像漏朵一样的形状的花朵 看看它有多么的美 这些小小的红花 它们是一种地背 常年开花多年生的植物 这是紫色的圆尾花 是最早开放的 它的高度大约有三十公分高 还有黄色的圆尾花也开了 黄色的圆尾花 大约有五十公分高 再配上紫色的圆尾花 非常的漂亮 看看它优雅的花瓣 现在看到的是深紫色的圆尾花 它的花苞非常的深颜色 最开始感觉它是黑色的 开出来就是这样的深紫色 白色的圆尾花 这是浅紫色和深紫色的双色圆尾花 这个高度大约有七十公分高 紫斑牡丹也开了 它的花朵大约有七十公分高 它的花朵硕大 今年勺药开得特别的好 我想很多颗勺药都已经有了很多的花苞 这是提借年 它的名字叫粉冰箱 花朵很大 颜色 玫瑰红的 非常的漂亮 这是第一年开花 去年栽种的 我特别喜欢 白色的大花葱 大约有一米高 非常的美 紫色的大花葱 它的高度大约有五十公分高 这是第一年在我的花园里开花 看看这个琳南花吧 琳南花实际上是 种在地里边的 我把它放在花盆里一样 它开出来的花 特别的凝巧 像小铃铛一样的 这是紫色的香菇草 和六月雪 它们搭配在一起 非常的漂亮 六月雪的花朵 有无数的花瓣 它的花朵虽然小 但是一片 看起来也是非常壮观的 把它种在花坛的边缘 作为地背 非常的优美 和这个南色的下谷枣相配 非常的好看 看看这就是花坛边缘的地背植物 看看这就是花坛边缘的地背植物 南色和白色的两种 这是一种叫做 它的名字叫做 它是浅紫色的 一种特殊的 浮路口吧 大约有50公分 高度 浅紫色的 随风摇植物 非常漂亮 这是浴竹 浴竹的花朵 一串一串的 它有点像 Breading Heart 滴血的心 它的叶片 肥大 也很有观赏的价值 花朵像小铃铛一样 这是我们家的花园里的新成员 它叫班鸠 它选择了我们家安家了 生了两个小宝贝 在我们家的花园的屋檐底下 看它们的幸福的家 在我们家的花园里的新成员 我们家的花园里的新成员 好可爱 好可爱 丁香花已经开了大约两周了 它非常的高 已经高过了泥巴墙 今天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五月底的花园 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感谢您的收看